两个MC老玩家正在一个非常酷的世界中进行游玩 这是玩家与自己的好朋友邪刘海第一次在一起游玩 很快世界内就发生了一场 朋友邪刘海放在熔炉内的所有木炭消失了 玩家也很纳闷 并不是自己拿的 并且随后朋友邪刘海发现自己的背包中丢失了很多物品 其中大部分物品都是玩家的 玩家很气愤 两人为此争吵了一番 朋友邪刘海推测 可能是自己在挖矿的时候 为了清理出背包足够的空间 就先将玩家的物品存放在矿洞中了 随后朋友邪刘海带着玩家准备下入到矿洞找回玩家的物资 整座矿洞的入口设计的十分巧妙 门外的告示牌上暗示着左侧的入口会非常奇特 这是由两个火板门组成的入口 玩家费了好大劲才打开走了进去 接着他们顺着长长的梯子下入到了底部 在这儿玩家们喂养了很多的动物 玩家没过一段时间都会问朋友邪刘海自己的物品都扔哪去了 因为那些物品是玩家辛辛苦苦搞来的 足足有三枚钻石 但是看朋友邪刘海的样子 似乎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反而对寻找玩家物品的这件事漫不经心 时间在一分一秒的流逝着 渐渐的游戏内的天色也暗了下来 而玩家背包里面现在什么物资都没有 他决定制作一些工具 今晚就先在矿洞中度过吧 正当他走到一处洞口向外查看时 突然他不经意间看到外面有异常 让我们放慢刚才玩家的画面再看一遍 只见屏幕的左侧好像有个庞大的物体 那像是恶魂 可玩家一眨眼的功夫 他就消失了 玩家感觉很诡异 主世界怎么会有恶魂呢 他有些害怕 决定先返回住所 朋友邪刘海还没回来 玩家上来喂养了一下羊儿们 随后便找到了自己丢失的那些物品 应该是朋友邪刘海把他们遗忘在住所内了 怪不得在矿洞中怎么也找不到 随后玩家询问朋友邪刘海在哪 怎么还不回来睡觉 但是奇怪的是 消息矿一直没有得到朋友的回复 玩家开始感觉到有些不太妙了 平常朋友邪刘海可是个话牢 今天怎么突然这么安静 又等了一会儿后 还是不见朋友的回复 玩家开始有些急躁了 又过了十分钟后 游戏内已经变为了白天 但是依旧没有收到朋友邪刘海的消息 活动时刻到了 屏幕前的大家不妨猜一下 玩家的朋友现在是什么情况 一 嘎了 二 挂机了 玩家随后开始以破坏住所来要挟朋友 如果他再不回复自己 五分钟后就会开始破坏住所 又等了五分钟后 朋友邪刘海依旧没有回复 玩家便丝毫不犹豫的开始破坏住所 他现在就像一个熊孩子一样 越破坏越上瘾 他准备将这里的所有一切都破坏掉 因为这住所不是他自己搭建的 所以玩家一点也不感到心疼 但是令玩家意外的是 住所都被破坏了 朋友依旧不回复自己 又过了两分钟 玩家累了 他准备去解决掉所有的小知音 这些小知音可是朋友邪刘海 花了两天的时间圈养的 玩家不信 这还不足以让朋友回复自己 可他想错了 朋友依旧依旧没有回应自己 玩家开始抓狂了 他不经意间又来到了之前的那处洞口 可这次过来 他发现外面发生了变化 自己的游戏视剧为什么变近了 之前明明可以看到远处的山脉 现在却看不到 玩家心里此刻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紧张感 为了安全起见 他决定返回住所 可下一秒 他便在周围听到了诡异的声音 这声音像是一个怪物发出的低吼声 玩家听得毛骨悚然 他很慌张 前往高通预警 请屏幕前各位胆小玩家 赶快将我超勇打在弹幕上 激活弹幕护体 随后玩家回到了住所 而新的夜晚再次降临了 玩家在住所内发现了新的异常 不知道什么时候 这里多了一块告示牌 上面写着 我在云山树林农场 what 玩家下意识的来到了屋外的云山树林 过来后 他在一树草地上 发现了一个很诡异的标记 他走近查看了一番 接了一个回头 身后出现了一个表情诡异的白色生物 再一个回头 朋友邪灵怀就躺在了那树标记上 视频到此结束 好了小伙伴们 本期视频就到这儿 那啥都看到这儿了 还没有点赞评论转发加收藏呢 你们懂我意思吧 麻烦这次一定好吗